6月份是毕业的季节 宜兰县罗东社大今年产生第一位女毕业生 她是现年61岁的林玉桑女士 林玉士从94年起进入社大进修 8年来修得83堂课 220个学分 并且获得了学士学位 也是第二位从社大毕业的学员 长达8年的努力 选修范围包括有学术 生活艺术 还有社团等三类 现年61岁的林玉桑女士 终于完成了220个学分 在今天从教育处副处长的手中 接下了社区大学的毕业证书 成为社大首位的女性毕业生 这种花久的成长是在社团成长 怎么说 社团是同龄班上 不是老师来教算 我在那边经济关系蛮好的 就是会同 现在跟团里面的一个学员 那我变成说会懂得怎么 我现在在办一个活动 我都可以办了 以前没有办普通 再来就是说 我会请一些教师 我会跟不同的老师 联络到我们社团里面教课 那我最重点是 我可以走到我没有走的地方 像那个贵山岛 1706街 我爬上去的 这八年来 林女士不但来到社大进修 还主动参与社区的服务 自愿到天乡指导小朋友拍照 她认真及努力 也得到社大校长等人的高度肯定 她的年纪不算大 但是比一般的学生是大了很多 她有这样的毅力 有这样的精神 要来向上 要来学习 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们不但要修到128个写婚以外 她刚刚副处长也讲过 又超过 而且也要写这个论文报告 所以我感到 非常的敬佩 虽然拿到毕业证书 其实不是人生阶段的 一个阶段 接下来她还会继续在社区大学学习 然后把社区大学所得到的一些能量 奉献给这个社会上需要的各个角落 她目前就在做这些事情 包括去带领天乡的小朋友拍照 她还去伊甸宜兰教养院 然后义务去陪伴这些小朋友叫他们拍照 林女士也长调 社大毕业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她今后将会持续的学习 让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 伊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那是新的一期会 在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大家 感谢观看